众生受自己业力所牵前,所以沉淪于生死苦海之中。 什么叫做业呢? 业繁文叫做Karma, 意译为一切行为造作。 这些行为,无论善恶,都会积聚成一股力量, 推动我们造作新的行为。 而新的行为,又会产生到新的业力。 就这样以业为因,果为报,因果接触,互为缘起, 辰转相生无穷无尽, 形成一个循环不息的业力推动轮。 业是永远不灭的,除非到了成佛的境界, 一切业力方能彻底清淨,生命并不是纯物质的。 所以,各人所造的业,不会因为物质的身体死亡而消灭。 死亡之后,业的力量,会驱使自己转换另一个形式, 又形成一个新的生命。 这种转换状态,叫做轮回。 在佛经中,佛陀曾经将叶,比喻为种子的生机延续力。 例如植物开花结果后,花位虽然丢借了, 但果实内保留下来的种子一旦预缘, 例如阳光、泥土、水分, 又必会重新萌芽生枝开花结果的。 人的祸福、受妖、窮通, 都是由自身的业力所交感的。 正如种子,亦内含有其善恶的性能。 做什么因,就得到什么果。 善恶的因缘果报,是由自己创造和承担的, 并非由神明所主宰的。 曾经有人问, 为什么有些人行善而遭恶报, 做恶事反得善报呢? 各位,因果报应,是不能只看一时的。 因为业报有现生成熟、来生成熟, 和后生成熟三种时期, 而业余缘亦有强弱不同的势力。 例如一粒瓜种和一粒图种同时下土, 瓜种当年就可以结果, 但图种必须三四年才开花结果。 这些是由于有时间迟早的不同, 如在缘聚足,成熟期自然较早。 因果报应,如影随形, 善恶是不能互相抵消的。 以众的恶因必会遭受恶果, 除非做善事, 即集善缘, 使得恶报由重转轻, 或善缘增多, 善力加强, 令善果加快成熟, 使得恶缘逐渐减弱。 譬如一杯盐水, 如果多加淡水, 就可以冲淡盐味。 因此, 多行善恩, 多做善缘, 是非常重要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与点点栏目